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志明 这周由我来为大家播报本周的消息 儿童牧区报告 自十月份起 第一堂儿童主日学改到儿幕二楼 鼓励家长多多将孩子送到主日学 让我们一起建造孩子的属灵生命 十月二十七号 我们攻守圣餐 邀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我们期待已久的经历神营会来咯 这是今年最后一次经历神的营会 不要错过咯 营会的时间是在十一月二十三号礼拜五晚上六点 到十一月二十五号礼拜天下午四点 地点是在台邦商旅 三天的费用只要三千元 详情请看维杂志背后的简章说明 有感动想要参加的弟兄姐妹们 赶快去向行政办公室历经报名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书维 我是素姿 在这边准备为弟兄姐妹们 做经历神营会的这样活动的一个分享 这个收获特别是在饶恕这样子的一门课上 当台上的讲者带领我们在做一些饶恕的一个操练的当中 他让我们去回想过去曾经有哪些人伤害了你 那些伤害你的画面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的心中突然释怀了许多 这就是神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淫秽当中 对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的一个开始 那个课程里面 我突然今天也仔细回想 其实那时候我回想两件事情 一个是跟我亲人有关 那今天不谈 另外是我国小的时候 小学大概三年级 我好像在路上走经过一个铁工厂 看到他们的铁片掉出来 我只是好心拿起来那丢回去而已 里面那个不知道是老板还是工人 就出来骂我 你小孩子偷什么东西 就开始骂我 我就呆住 然后就在那边让他骂 骂到老板不知道怎么样才叫我 你滚蛋 那个事情逐渐遗忘 可是那时候想起饶恕 我居然想起来是这个事情 那么久小时候 伤害我的人居然影响到 那么大 然后那时候 突然觉得主耶稣抱着我 像小baby一样的说 嗯 那个 你放心好了 这些事情你会得到饶恕 包括从亲人 还是包括从不认识的人 那我开始从这个事情 你会想一想 主耶稣这么认识我 这么爱我 那我只想像这个 委屈谁来替我 可是我想 其实上帝一定有他的公义 他现在不要我去做任何认辩 他哪一天他的公义一定会出来 然后我在想经历神仪会 这个是一个点 刚才我们夫妻二人所做的分享 其实总归一句话就是 饶恕带来祝福 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们 你们也可以好好的把握 今年度最后一次的 经历神仪会 共同来领受 神所赐予的祝福吧 阿们 第一次来到天桥教会的新朋友 我们欢迎你 聚会后在大门口的前方 有一个彩绘图案的货柜屋 那就是我们的新家人招待区 欢迎你来与我们这里聊聊天 以上是这个礼拜的周报消息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 我们会请参加过 经历神仪会的弟兄姐妹 来分享参加经历神仪会后 生命的突破 敬请期待 接着请大家跟我 用最热烈的掌声来邀请 讲到最生活化 笑声最洪亮的 林宪平牧师